字幕視頻 只顧選舉 國顧勞工 只顧選舉 國顧勞工 魏溫軍不須法律 收費員等到沒命 慰問軍不需法律 收費員等到沒命 今天我們來到連勝文的競選總部 我們所要表達的是政府對我們勞工的不問不問 連勝文當他的選情告起的時候 馬上去跟執政黨說 我的選情告起了你是不是有什麼可以辦法 有什麼辦法可以幫我拉抬選情 於是行政院就同意了 把軍公教的年重慰問金從2萬元提高到2萬5千元 一樣是依法無懼 他們只要一句話 所有的軍公教都可以受到照顧 那我們這些勞工呢 我們是配合國家政策被之前 被剝削 一些年資的員工 他們的一句依法無懼 我們所有收費員的年資 一萬五千多年 通通一時間化成無有 這樣子對我們公平嗎 公平 我們希望執政黨 馬英九政府出來面對我們這些收費員 還給我們這些收費員一個通道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其實最重要的不是要造成跟軍公教之間的對立 而是如果今天大家同樣都是為國家奉獻的人 我們相信軍公教也是替國家服務的人 我們收費員也是替國家服務的人 我們收費員的年資要解決需要100億嗎 不要 收費員的年資問題根據資救會的計算 只要五億元就好了 根本就是年眾慰問金的領頭 可是年眾慰問金政府用提高預算的方式 就把它編列下去了 根本沒有法源依據 我們收費員不斷的在跟交通部訴求 說希望他可以比照過去交通部 結束業務以及民意化的案子 訂定要點 用訂定要點的方式來處理 可是到現在 一部法律都沒出來 一個行政命令都沒出來 然後只會不斷的打枪我們這些收費員 我們收費員的犧牲又比較小嗎 沒有 我們過去同樣都是在國道上服務的人 都是作為整個部門機關服務的人 我們甚至替國道賺取了220億元的收入 我們替國家賺取了220億元的收入 但是國家是怎麼對待我們這些收費員的 所以今天我們才會來這裡 我們收費員非常的感慨 到了選舉的時候 為了鞏固別話就發位問金 但是收費員的年資 到現在都還沒有人出來來處理這件事情 更何況 我們這些人是為國家奉獻一輩子的人 所以我們希望 今天來到連勝文競選總部 他如果基於人道 他上次說基於人道考量 他認為該給這些退休軍公交衛問金 那麼是不是基於人道考量 連勝文能不能也趕快去跟你們黨中央說 趕快把我們這些收費員的年資問題解決掉 而不是讓這些人辛苦的帶到中部外面絕食